我相信所有的爸爸 聽到這句話都會覺得很開心 我女兒都說 我沒有要交男朋友啊 我沒有要結婚啊 然後他老婆說 很好沒關係 那當初在送那個 女兒上幼稚園的時候 有哭嗎? 有 爸爸沒有 非常的不爭氣 因為他第一次上幼稚園 我想說 才三歲多都在家裡面 然後我第一個擔心說 萬一他想上廁所怎麼辦 敢不敢跟老師說 其實那時候疫情期間 我們根本都進不去到學校裡面 就只能把他們送到學校門口 然後我還這樣 寶貝娘娘堅強 講到我自己悲從中來 我也不敢讓他看到 因為我不敢讓他看到 因為我不敢讓他看到 我在哭啊 太丟臉了 我這樣抱他然後這樣 對他沒哭 而且他也沒有回頭 勇敢的走進校門 你們現在會有那一種 就是告誡他說 你不要隨便亂跟人家走這種事情 沒有耶 他都說 我女兒都說 我沒有要交男朋友啊 我沒有要結婚啊 然後他老婆說 很好沒關係 繼續 他有說 他有說 就是我要嫁給爸爸的狀況嗎 欸好像有 開玩笑的講過一次吧 那滑哥沒有聽到很爽那樣 我相信所有的爸爸 聽到這句話 都會覺得很開心 或者是 我不要 我只要當爸爸的 女朋友 或者我男朋友是爸爸那種 我相信只有爸爸聽到 應該都會覺得 心頭一熱 他這個年紀已經之後 爸爸是一個帥哥藝人 對 男神 藝人 我不知道他怎麼覺得 哈哈哈哈 因為媽媽也是女神啊 對 他滿崇拜媽媽的 對對對 給他看完了電影之後 我的地位又更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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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